柳鸣脸色一正 这股能量波动和之前球龙气泡碎裂之后 残留下来的那团紫气散发出的能量波动 特为相似 它沉眼片刻突然一挥手 身前浮现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紫色圆球 正是罗侯的本源之气所画的那个光球 数百年过去 紫色圆球不断吸纳周围的天地元气 看起来比起之前已经改变了不少 散发出淡淡的紫色光晕 圆球表面浮现出了一层紫色晶体 仿佛蛋壳一样 看起来仿佛一枚妖兽之卵 散发出的生命气息比以前强大了不少 紫色圆球一出现感应到了什么 散发出的紫色光晕骤然一亮 嗖的一声 竟朝着黑色光球飞去 柳明目光一闪并没有阻止 紫色圆球飞入黑光之中 立刻大口吞噬起黑光来 仅几个呼吸的功夫 黑色光球便被推噬殆尽 而紫色圆球散发出的紫色光晕一阵仗缩不定 突然一声咔咔的轻响传来 圆球表面的紫色晶体上裂开几道裂纹 柳明脸色微变 紫色圆球发出一声清响 碎裂开来 里面钻出了一个紫色小兽来 小兽身上披着细密的紫色鳞甲 背声一对肉意 头上长着两只粉嫩的尖角 看起来仿佛一条幼龙 不过和龙族又有很大不同 一双乌溜溜的眼睛占据了半个面孔 显得颇为可爱 柳明神情一正 心中颇有些哭笑不得的感觉 紫色小兽摆动两下身体 将身旁的紫色蛋壳一口一口地吞了下去 身体又隐隐地长大了几分 散发出淡淡的腰气 紫色小兽扇动了一下翅膀 飞了起来 落在柳明的身前 怎么 看到我复活这么吃惊吗 紫色小兽竟口吐人言道 你是罗侯前辈 柳明文言顿时有些不敢置信地说道 当然不是我难道还有别人 紫色小兽的声音 尖细又嫩 不过口气却是一副老成的模样 看起来有些滑稽 没有 主日前辈以前说复活 不过我没有想到会以这种重生的方式 有些惊讶而已 柳明眼中闪过一丝淡淡的笑意 随即正色言道 这没有什么 我的本体是上古奇兽 拥有涅槃重生的能力 先后吞噬了两股鸿蒙紫气 才能够顺利重生 紫色小兽淡淡地说道 鸿蒙紫气 这又是合我 柳明目光一闪 若有所思的开口问道 鸿蒙紫气是天地间的本源之气之一 除非你现在还没有必要知道 等日后到了上界 自然能够得知了 紫色小兽打了个哈欠 似乎不愿多说的样子 柳明目光一闪 点了点头 没有再问什么 罗侯前辈 如今既然重生 日后有什么打算 他看了罗侯一眼 问道 如今我虽然重生 不过实力弱小 自然需要你的照顾 日后我便跟在你的身旁好了 罗侯淡淡地说道 那太好了 有罗侯前辈在身旁 我心中也可以踏实很多了 而且前辈放心 我不会要求你像希尔菲尔那样 和我定下主仆契约 束缚你的行动 日后只要前辈愿意 可以随时离开 柳明眼中一喜说道 不 我需要和你定下主仆契约 成为你的灵兽 罗侯突然开口说道 前辈何出此言 柳明听闻此话 脸色突然一正 你如今已经是永生境的修为 只有成为你的灵兽 日后才能够随你一起飞升 下界天地元气太过稀薄 只有我到了上界 我才有可能恢复真正的实力和记忆 罗侯乌溜溜的眼睛转动了几下 老气横丘地说道 原来如此 柳明点了眼头 心中一喜 罗侯身为上古异兽 无论眼光还是剑文 都远在他之上 留在身边绝对是一大助力 罗侯身形一动 落在柳明的尖头 如此我们走吧 罗侯开口说道 走 到哪里去 柳明文言一正 突然开口问道 自然是魔皇殿 我之前虽然没有复活 不过你和原始魔主的一战 我都看在眼里 你虽然联合几个上界的老东西 斩杀了原始魔主的那个身体 不过你真不会以为 原始魔主已经彻底陨落了吧 罗侯淡淡地说道 语气中带有几分比喻之色 柳明文言大吃以惊 出言问道 还请前辈名言 你刚刚斩杀的 不过是原始魔主的主魂而已 你也知道 原始魔主 擅长分魂秘术 以他那等老奸巨华的人物 其灰衣不留下后手 罗侯冷笑一声 说道 柳明脸色一变 想起刚刚原始魔主临死前的言语 以及那飞顿而去的黑色城堡 其实 严格意义上而讲 这轮回镜 一百丹八戒当中的万千生灵 就是原始魔主的分魂 不过在这轮回镜 静止的作用下 失去了神智罢了 不过 保有其全部记忆的真正分魂 应该就在那魔皇殿中 虽然此刻过去 十有八九已经赶不及 不过 还是去一次比较好 罗侯想了想后 如此说道 柳明脸色阴沉 不等罗侯说话 身形已经朝着 那黑色城堡 消失踪迹的方向 积涉而去 同时他翻手 取出几枚丹药 吞了下去 飞盾之中 全力运转鸣骨绝 炼化药力 干枯的灵海 渐渐恢复了一些法力 柳明此刻的修为 已经到了永生境 操纵汲取天地灵气的能力 比以前强大了无数倍 即便是飞盾当中 也可以自行恢复法力 他肉体瘦创虽然重 不过此时 天妖精血开始发挥作用 在他体内 法力的滋润之下 枯竭的肉体 缓缓地复远 罗侯前辈 上街那些人 应该也知道 原始魔主为此才对 他们为何不追查到底呢 柳明身形化为一道模糊的黑光 朝着远处 风驰电掣而去 和罗侯沟通道 上街那些人自然知道 不过他们的目的 只是那个眼球而已 而且原始魔主的主魂 已经被消灭 其他的分魂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是根本无法 对他们造成威胁的 自然懒得再理会了 罗侯哼了一声 说道 柳明目光一闪 对于罗侯说的这些事情 他可完全不知道 不过 结合之前 勾勒老者等人的行动 他知道罗侯此言 应该并无虚假 看来关于原始魔主 和九天之间的恩恩怨怨 远比他知道的复杂很多 似乎隐藏了 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 在其中 那只眼球究竟是什么东西 能让上街之人如此在意 我只知道 那东西叫做腾蛇之木 牵扯到了上街一件 巨大隐秘之事 其他的我也所知不详 罗侯犹豫了一下 说道 柳明文言目光一闪 没有再问什么 身上黑光越来越亮 朝着前方风驰电掣而去 上街之事 还轮不到他来管 不过若是让原始魔主 分魂逃离的话 对他来说 也是一个巨大隐患 以柳明此刻的顿速 几乎瞬间便可以跨越数百里 不多时 前方那个飞驰的黑色城堡 所画的黑点 再次出现在眼前 不过就在距离这黑点越来越近 城堡越来越清晰之时 一变突生 整个空间突然剧烈震荡起来 进而发出震天的轰轰巨响 地面也剧烈地摇晃 裂开一道道巨大无比的缝隙 天空之中 一下寸寸地碎裂开来 出现了无数巨大无比的空间裂缝 一副支离破碎的样子 透过空间裂缝的虚无 似乎能够看到 临近的另外一个空间 那里也是一样 一切都在天崩地裂 柳明心中一领 连忙停下动光 看着眼前的情景 脸色不由地 阴晴变化起来 这个情景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整个轮回镜 似乎都要崩溃解体 唉 看来还是晚了一步 卢侯叹了一口气 说道 这难道是魔术分魂所为 柳明眉头紧皱 沉声说道 想必便是如此了 在魔术陨落的那一刻 城堡中的分魂便已苏醒 他是打算让整个轮回镜 泯灭崩溃 当然他最想的 恐怕还是让你 死在这场空间大毁灭之内 罗侯哼了一声 说道 柳明眉头一皱 心中念头转动 瞬间明白了 魔术分魂此举的目的 轮回镜中的各种魔魂生灵 可以说都是魔术的敌人 此刻原始魔术 主魂已死 分魂索性毁灭整个轮回镜 将这里的闻魂生灵 尽数埋葬 至于他自己 有那个古怪的傀儡城堡在 恐怕根本不用担心的 原始魔术分魂接下来 肯定是会躲藏起来 慢慢地恢复实力 想要找到它 是不可能的 而且这些和你 其实也没有太多关系 罗侯开口说道 柳明脸色变换 随即缓缓点了一下头 按目前来看 原始魔术留下的那一缕分魂 和本尊实力 差距是极极巨大的 否则也不注意如此做了 既比将来能恢复原本的修为 实力 也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一念及此 他心中安定了下来 就在两人交谈之际 周围的空间破碎越发严重 越来越多的空间裂缝 此起彼伏地出现 下方的地面已经基本解体 无穷的荒物滚滚地翻涌 眼前的空间开始真正瓦解 以柳明的目里 以约能够看到这个空间远处 有不少魔魂生灵正在茫然失措地乱飞 不过此刻 整个空间到处都是空间裂缝 转眼间 便有两个生灵被空间裂缝吞噬 就此消亡 另一个也不慎被卷入了一道 宽大的空间裂缝中 生死不明 一道的空间裂缝朝着柳明 蔓延了过来 不过一碰到柳明身上的黑弓 立刻滑到了一旁 丝毫无法对其造成伤害 此地已经快要彻底泯灭 以你的实力也有些危险 还是快些设法离开吧 你的魂天镜中 蕴含了部分空间法则 轮回镜本就已经开始崩溃 破开这里的空间应该不是难事 卢侯开口说道 柳明点了点头 单手一翻 魂天镜出现在他身前 食指车轮般地打出一道道法觉 错落有致地落在魂天镜之上 下一刻 一道柔和晶莹的白光从镜中亮起 照射在眼前的虚空之内 他口中念念有词 神情凝重地操控魂天镜 白光所照之处空间立刻碎裂开来 几个呼吸之后 形成了一个数丈大小的空间通道 柳明脸色微白 松了一口气 他此刻法力大损远远没有恢复 凭借魂天镜之力 终于勉强破开这个空间通道 另一端应该是通往万魔大陆的某处 周围的空间裂缝远发厉害 他正要顿入空间通道之内 便在此刻 一个被紫色光芒包裹的魔魂生灵 误打误撞地从远处飞射而至 一眼看到柳明和空间通道 立刻面露狂喜地飞扑过来 此人散发的气息 依然达到了通玄境 不过似乎是刚刚进阶没多久的样子 柳明脸色一沉 正要出手将这个魔魂生灵斩杀 他破开的这个空间通道并不稳定 只能勉强让他和罗猴两人通过 再多一人 通道恐怕会承受不住了 他手臂抬到一半 突然停了下来 眼中露出一次异色 他刚刚目光一瞥直下 赫然发现 这紫色魔魂生灵不是别人 正是他之前遇到过一次的 那个魔族中年女子 十有八九是赵千颖母亲那个人 这么多年过去 此女的模样倒没有什么改变 一头紫发及腰 双目血光隐隐 空间剧烈动荡 一道的空间裂缝蔓延而来 六名破开的通间通道受到波及 剧烈抖动起来 一道巨大空间裂缝 一下拦在了紫发中年女子的身前 眼看必要将其以下吞噬 此女的血色双目当中 闪过一丝惊慌绝望的神色 六名眼中光芒一闪 猛然一咬牙 一直垫在昏天镜之上 昏天镜上白光一闪 击射出一道刺目的光芒 一闪划为一只白色大手 一把将紫发中年女子抓住 千军一发之际 将其从空间裂缝中 硬生生地拖拽了出来 拉到六名身旁 紧接着六名身性移动 带着那紫色魔魂 飞入空间通道之内 轰的一声 剧烈的爆炸 瞬间席卷了整个轮回镜 感谢收听 摩天记